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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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鳳姐妹平安 我真的是蠻需要聖靈恩高這樣子 因為我今天要講的一個題目叫做 身體屬靈神學 叫聖節幸福這樣子 我不曉得教會剛好要教導兒童有性教育 可是我的感動就是想講這方面的信息 當然一開始還是 我沒開 一開始還是先祝福所有媽媽母親節快樂 那我知道無論媽媽健不健在 我們大概都心中多少會有一種母親的形象樣式 那我小時候住台北 又濕又冷的冬天 我一直都這樣瘦瘦小小的 然後我回家每次都手腳冰冷 然後我跟媽媽說媽媽我手好冷 我好冷 你知道媽媽會讓我把冰冷的手放進她的身體 來溫暖 那 你知道嗎 母親經常就是這樣子 無私的供應給我們身體最多的滿足 從母親懷胎對不對 是她的身體去孕育你 到她如養你餵養你點點滴滴 如果沒有母親以她自己的身體去懷孕 孕育去餵養你 我們不會存活也不會存在 那我想這是我們慶祝母親節的原因 那說到屬靈 有沒有發現基督徒講屬靈 從來都在講心靈的 我們很少提到身體也應該是屬靈的 那很少人想過身體的屬靈神學 這不是我發明這是保羅講的 那身體跟性更是構成生命延續很重要的存在 但教會很少教導我們身體跟聖結的性的觀念 提到性你們都想到什麼 男歡女愛 男女性愛 或少年人偷藏鏡果 偷看色情影片什麼的 我最近有一個做家庭事工的一對教授 他們在做一個調 他們說其實線上吊槽 我以前一直認為看色情影片都是弟兄 男生 那聽說其實女性佔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比例 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這樣子 那性是結合人類身心裡很重要的一個需求 性在聖經上的教導也很重要 只是因為我們不熟悉 我們就不太去了解跟探討 我不是什麼婚姻家庭什麼性學專家 沒有那麼強 但是有三點我確定 我覺得我應該蠻適合可以講的 第一點 我上小學以前 我們家只有男孩子 我們是一個大家族 全部玩在一起 我們家沒有女生 我上小學以前 只會跟男生騎馬打仗跟打棒球而已 這兩個我很厲害這樣子 那男生在想什麼 我很清楚 要談性 要知道男生在想什麼 那夏娃是被帶到亞當面前的 亞當就發出讚嘆 我看弟兄 我看弟兄 就是我的弟兄 我很少覺得這個男人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我的弟兄 你看姐妹應該是這樣 第二個 以前的年代 很少已婚姐妹現身去念道學碩士 我是台北華神第一個 成功申請轉學 進入道學碩士的姐妹 我也是教會 還要拍手是嗎 不用了不用 我也是教會第一個已婚女傳道 你們知道教會就派我去幹嘛 我就去上了一堆課 這些有關於性的婚姻輔導 還有家暴處理 那我也真的對我幫助很大 那第三個是我的神學碩士論文 就是寫五經的婚姻法跟婚姻觀這樣子 那今天的經文在 克林多前書六章十二到二十節 這個經文大家大概熟得不得了對不對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是凡事都有益處 記得嗎 然後凡事我都可以行 但無論哪一件我不受它的瑕疵 食物是為杜夫 杜夫是為食物 那這段經文我等一下還是會一段一段講 所以呢我先跳過去 但先讓大家知道 這段經文大概的內容 那第一點我想要講的是 其實我們常常講屬靈人 我認為珍愛自己的身體 才是屬靈人的第一標記 珍愛你的身體 才是屬靈人的第一標記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括號 那個括號看到沒有 紅色是我加的 可是括號是合合版修訂版 合合版修訂版現在加的 你如果看你的傳統合合版聖經 只有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是都有益處 凡事我都可行 但沒有加這個括號 目前很多的學者都一致認為 凡事都可行 食物是為杜夫 杜夫是為食物 其實這些是當時 格林多教會一些流行口號 流行的口號 他們可以不分心紅皂白的 為行使他們的權利來辯護 在基督裡的自由就變成是 凡事我都可行 那所以對格林多教會的信徒 凡事不一定不是說所有的事情 只要他們認為 只要沒有受到法律上面 只要是法律認可 法律沒有受不可以的 我們都可以嘛對不對 反正放寬解釋這樣 政府說 嫖妓小三不違法 我就可以嫖妓有小三 你們都知道日本跟中國美國 都是那個奸淫除罪話對不對 知道嗎 奸淫除罪話就是 你犯奸淫 你跟小三小王 一夜情 兩夜情 三夜情 通通沒有罪 以前台灣是有罪的 你知道嗎對不對 我們在2020年台灣 終於也經過大法干世縣 除罪了 那所以呢 你可能覺得 那法律既然都沒有禁止對不對 那我們信仰是心靈的 又 而且將來不是復活的是另外一個靈體嗎 那我現在不就很自由 愛自我什麼 就是我在基督裡的自由 那保羅因此就提出這個警告 所以 紅色的part 是保羅說 是 凡事都可行 但不是都有益處 凡事我都可以做 但我不是 無論哪一件事 都不受殺他的瑕疵 食物是為肚腹 肚腹是為食物 但神要使這兩人都毀壞 身體不是為淫亂 而是為主 主也是為身體 也就是說 哥林多的教會 開始有一些流行話 對不對 他就提出來這樣的警告 基督徒當然有做任何事的自由 但是我們不應該讓任何事情侵犯在基督裡這麼神聖的自由 如果每個人都聲稱有無條件的自主權 那麼沒有人是自由的 因為每個人都會受到另外一個人的自由而威脅 威脅我的自由 所以在基督裡的自由是不濫用自由 我相信這是保羅很多學者都同意的觀點 你可以看到他寫身體不是為淫亂而是為主 主也是為身體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主耶穌的救恩是包括我們的身體得救的 包括我們肉身身體得救的 所以在解經上如果我們看六章十二到十三節 保羅在講這三件事 一指出哥林多信徒的信仰 是那種濫用在基督裡的自由 有沒有發現有時候 教會裡 教會裡可能 我們國際大使館可能沒有 就是敢亂講的還講得很大聲的 可能只是少數人而已 但是惠眾的心會受攪擾 所以保羅要提出來分辨 第二個是指出 進一步指出 他們對於在實色性上的錯亂觀念 實色性真的就是我們生活上面 常常接觸跟需要的 然後他就闡述所謂的應該有的身體神學 那所以呢保羅在這裡 其實the theology of the body 是保羅在這裡要講的 也就是說你的身體是跟基督要聯合的 那當時的羅馬那種二元論思想 身體跟心靈是分開的 也是當然就是他影響的重要因素 然後又想到基督自由那太好了 我們的信仰是常常講說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就每個人都好像想說這個就是心靈的 基督在我心靈裡面活著 可是其實保羅要講的是不是 我們很容易變成一種內心的力量的 心靈的信念的 可是保羅要講基督的聯合是身體的 是你的身體跟基督聯合的 他意思就是你的身體心靈都是跟基督聯合的 不是只有這個 我想對我們每個人來講 身體第一個反應到 我覺得很少人想到身體是想到說 我的健康 馬上想到是身形有沒有發現 講body的時候 你就想到是你的shape 你的form 這個是plus size的model 我特地去找的這樣子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外型對不對 我覺得如果注重整潔會因為場合或禮貌 做適當的修飾是好的也是對的 但是過度的裝扮或在意完美其實是不需要的 特別是對於天生的體型樣貌 花很多時間要去美容還是整容還是化妝 好辛苦這樣子 當然你高興就好 但是如果為自己的外貌自卑自憐 自棄其實是不必要的 我知道一件事 你們要說你瘦瘦的你講起來很容易對不對 我有一個胖胖的女兒 我跟我先生都瘦瘦高高的 可是我女兒就是胖胖的 可是很可愛啦這樣子 很可愛這樣子 那我們就要教她去接受她自己 我相信她其實從小到大的過程 她都很好奇 為什麼爸爸媽媽比例上腿是長的 她不是 可是我們就一直幫助她去了解 她的身體永遠都是 是主耶穌給她的 是愛她自己的 我相信99%的人 我們都沒有什麼完美的容貌跟身形 主耶穌也沒有什麼佳形美容這樣子 其實基督徒強調属林 好像都在講精神跟心理層面 很少人告訴我們 你都沒有辦法接納你看得見的身體 你怎麼去真實接納你看不見的靈魂 真愛身體是属林人的第一標籍 是基督徒學會跟基督聯合的第一步 我知道不容易 但是這是保羅所教導我們的属林 是這樣子從真愛身體開始 我剛不是講說二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大概 那我在臺北臨申南路禮拜堂 末會的時候 我不是說我是少數 這樣子去做這些處理 那我印象中我上了一門課裡面 我知道你們下面可能有很多專家 等一下還要開課嗎 教會不是還要給小朋友開課嗎 你們專家很多 不過那專家也是我學生這樣子 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個心理學的教授 那他是諮商心理 我在上一個課 那他就講一件事 他說約會強暴 比一般路上的強暴是高出很大比例的 那就路上莫名其妙被抓了強暴 什麼叫約會強暴 約會強暴就是 女孩子在約會的時候 她不敢也無法去勇敢辯護自己的身體自主權 來向她不要的信說不 那這種半推半就的強暴 其實對很多女生的傷害是很大的 那他講到一件事 他說這樣的女生通常我們沒有絕對 就是對於身體自主權的意識 保護的意識不夠強 而身體自主權跟你從小的經歷跟教導是有關的 那簡單講一件事就是 每一個幼齡兒童都有性滿足的需要 大人也一樣 我們都有需要 那其實這個需要要建立在對身體自主權的認識 那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證來講 兩三歲的小孩基本上都聽得懂 你可以告訴他 如果他覺得任何一個叔叔阿姨阿公阿嬤教會的長老牧師 要抱他他可以說什麼 No 他可以說什麼 不 OK 那其實孩子是可以教他這樣來保護 這是很簡單的身體自主權 OK 我們華人最喜歡講什麼 哎呀沒關係啦 給叔叔抱一下啦 給阿姨親一個這樣子 因為我就是這樣教我女兒 有一次有個名目 要抱我女兒 我女兒說不要跑了就走這樣子 她好尷尬我不會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我的女兒有權利 而我看見我這樣教導我的女兒 她對於即使在青少年到大學 她知道什麼 Say No to任何的擁抱或親近這樣子 那其實這是很基本的概念 我相信你們裡面可能有專家比我更懂 但是身體自主權的意識是保守自己的身體 不輕易跟他人接觸 保守孩子從小對聖聖節很基本的交道跟開始 所以其實根據統計上 多數在青少年時期就提早發生性行為 或者在成年時期不敢去拒絕這種約會式的強暴 這種不願意拒絕很難去拒絕 多半都跟他幼齡時期的性知識 性安全性滿足的教導有關係 所以剛剛在講一件事 也就是說他可以Say No之外 其實他很需要一件事 他們在講這個研究裡很需要一件事 就是其實女兒很需要爸爸的擁抱 OK 兒子很需要媽媽的擁抱 那其實兒子跟女兒都需要爸爸媽媽的擁抱 擁抱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種真的出於愛的去抱他 去給他建立 你們知道Hug其實某種程度也是 你們不要把性以為都只有 所以我剛剛已經開始講對不對 性不是只有那個男女交合而已 性的滿足有很多的層次跟層面 所以在犯罪學上面 為什麼他們在講某些serious killer 對不起我另外一個號 性我除了打棒球跟那個騎媽打仗 我很喜歡看真誕警匪片 然後凶殺片這樣 其實他們就要講那個殺人的性滿足跟快感 很多事實上來講就是如果從小沒有父母的肌膚之親 擁抱疼惜關愛 在兒童時期如果被性侵 常常會導致他們對性是錯亂的認知 然後容易眼神扭曲的人格 甚至於到後來的犯罪問題對吧 這不是我講 你們就問問那個犯罪學家大概都知道 所以性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教會過去有人跟你們談性嗎 我是不是第一個這樣子 好 現在拍手 現在拍手這樣子 我怕你們已經做到要睡著了這樣子 我不是說多懂 但是我只想要帶出來這個議題求教會關心 記不記得王力宏在跟他妻子那個撕破臉 然後他在跟他妻子的婚姻那個離婚事件 哇 大家在看連續劇一樣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王力宏他非常需要幫助 他一直在尋求的叫做性不滿足 不是性滿足 他永遠不會滿足的 他一定 我不敢說絕對 但是我可以猜得到 很多這樣的孩子 其實這樣的男人或者女人也可能有 就是其實是因為沒有真正在性上面得到 那個健康的教導跟需要那個滿足 所以他不斷的在尋求性不滿足 可是永遠不會滿足 你們記得以前還有一個人叫Tiger Woods嗎 還記得Tiger Woods也是對不對 還有一個李雲迪對不對 李雲迪嘛 其實他們可能都是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沒有被滿足或過度的壓抑 我不敢絕對確定 那我求一件事 好不好基督徒對這些人持憐憫的心 不要看熱鬧一樣 還有我覺得傳講一些 不要亂講人家家的事這樣子 趁機這樣還可以講說 王力宏是基督徒他的婚姻跌倒 害我信心受挫 我想你的信心跟王力宏的婚姻有什麼關係嗎 這樣子 Come on stop it 那我覺得一件事就是 真愛身體是屬於人的第一標記 我希望你可以這樣子開始來想 愛你的身體 那今天的經文呢 身體不是為淫亂而是為主 主也是為身體 那我簡化成身體是為主 主也是為身體 我們可以一起講一次嗎 身體是為主 主也是為身體 所以第一件事來抱抱你的身體 你會不會抱你的身體 你會不會擁抱 你知道有些人 連照鏡子都不會願意照 你也就是覺得我長得很醜 然後hug你自己回家去抱 你現在不想抱回家抱 那一下我的所有 我今天其實大綱跟什麼 我通通放在一個茶經材料 送給大家母親節的禮物這樣子 那所以你不用操作真的 我今天三個大綱還有經節 跟所有的經文經濟都放下來 放在那個茶經材料跟教會拿 我寄給Jean Jean right ok 第一個 個人 請你擁抱你的身體 真愛你的身體 具體的操作 綠色的部分 就是找一個安靜的時刻 你可以寫下過去以來 曾經以身體犯罪的經歷 向神認罪 向神立志祷告 不再犯這樣的罪惡過犯 我們剛剛在第一首詩歌說 天上地下一起敬拜 如果我們不捷徑 怎麼跟天上一起敬拜 每周 每天或一周 這只是我的建議 你們都比我聰明 你們都比我聰明 可以想更好的方法 更好的實際操作 可以向主宣告 我的身體是主耶穌保血救贖 我要愛我的身體 為主尊重保護自己的身體 操練一個月 這些戲的部分 都可以請大家 自己在這個茶經材料裡面看到 第二個 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 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 保羅在這裡說 每一個基督徒的身體 就是基督的肢體 所以我們很少去想一件事 我的手在偷竊 那你是拉著基督去偷竊 或者在說謊 我就拿著這張嘴巴 跟基督一起去說謊 你可能會覺得你嚴重了 No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當你不是基督徒的時候 你說個謊 你可能會心虛 然後會覺得別人也這樣 我不得不說謊 是因為怎樣怎樣 對不對 可是成為基督徒之後 如果聖靈真的內住在你的裡面 你不會只是心虛而已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會覺得很難過 OK 心虛跟難過是不一樣的 心虛完了 用別的東西去填滿它 忘記它吧 可是如果聖靈真的內住在你的裡面 它會擊打你 它會讓你覺得很難過很不舒服 除非你繼續去抗拒聖靈在你裡面的聲音 提醒 你會難過 然後難過 你會想要去悔改 所以當保羅在教導的時候 他接下來就在講 我們整個身體的屬靈神學 他說你怎麼會不知道 你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 我們已經是跟主聯合 就成為一個身體 你有沒有想過 這是一個榮耀的身份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身體 應該是榮耀的 你跟基督聯合的身體 應該是很榮耀的 你長得再胖 再不體面 或者任何殘缺 你很不滿意 你都是基督的肢體 他喜歡跟你在一起 所以不要濫用自己的身體 去做誤會敗壞的事情 你有沒有想過 聖徒在一起吃喝餅杯的時候 我們是在一個合一的身體裡面 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你要先什麼 認罪 嘿 我現在跟你分一個餅 你知道嗎 我現在跟你是聯合的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一起跟基督聯合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就是說 知道你的身體就是基督的身體 這個觀念要去強化它 那保羅基本上在14到14節講 主已經復活 我們也要復活 而且我們不能把復活 當成是未來的靈體的 他在講復活就是身體的 包含在裡面 非禁心靈 我們以為復活的靈體 跟精神沒有關係 就去濫用它 聖主之後 身體就是跟基督 已經合為一體了 對不對 有沒有聽人家講過 二十歲以前不漂亮 可以怪父母 二十歲以後還不漂亮 就怪你自己啦 對不對 對不起我不要被你怪 這樣子 那你說我要去怪神嗎 這樣子 其實這些是一些 類似廣告詞或勉勵 這個就是我們當代流行語 這樣聽懂了沒有對不對 哥林多教會有流行語 那這就是我們的流行語 這樣子 其實這些話也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把我們天生的平凡 對不對 不怎麼容美 經過化妝打扮 讓自己變漂亮 我還是說 你在需要的場合 適當的裝飾就是合一的 但是你不接納你自己的身體 你怎麼裝扮都不會真的很漂亮 對不對 人家很多big size的plus size的姐妹 對不對 人家她就很有自信 對不對 我有一次遇到我們一個姐妹 我超級可愛在華神的時候 你知道她真的又高又重你知道嗎 然後她拿出她的結婚照給我看 她說看到沒有 這個才叫做立體化妝 看到沒有 我多美啊 我超佩服她 超喜歡這個姐妹的這樣子 我有一個姐妹 她是從小父母離異 她的媽媽 她跟媽媽哥哥跟爸爸 那她媽媽把離婚後的不滿群肉 發洩在她的身上 會打她 會捏她 或半夜把她叫醒 她非常的痛苦 她看奶奶帶她信主 她就在教會長大 她長得不漂亮 但是她去念護士的時候 護理系的護士要很有自信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護理系有一堂課 第一堂課就是 老師問說請你們寫下來 你身上哪一點要整形美容這樣子 哇全班大家都拼命寫啊 你知道嗎 所以有她寫 我不需要我很完美 你知道老師下一堂課衝進教室 只想看那個世界超級美女是誰 她進教室馬上會插插 然後你是在哪裡 然後她就站起來 她說她永遠不會忘記那個老師那張失望的臉 她老是下巴都要掉下來 怎麼這麼不漂亮 怎麼這麼這麼 可是你知道她好勇敢的 在所有人面前 她說我就是主耶穌所創造最美的我 我們在基督裡 我們都很美你知道嗎 你真的可以美的 我常常講那個弟兄 我40歲以前不美 這是我說的 弟兄40歲以前不美不帥沒關係 我發現弟兄只要愛祖的40歲以後都超帥的這樣子 所以姐妹們 姐妹們不要太外貌協會亂挑一通 這個嫌不好看 我覺得現在好難啊 那個姐妹嫌弟兄不夠帥 弟兄嫌姐妹不夠美這樣子 這個下一次再講 你們知不知道 葡萄樹的樹幹是很壯的 你們知道嗎 你會發起來的 長得成熟的葡萄樹是很壯的 那你們知道葡萄的枝子其實是細小的 對不對 那你如果沒有把那個枝子綁好對不對 它不可能可以穩穩的連結於那個葡萄樹幹 而且那個種種一掛掛的葡萄是解不出來的 我最近剛摘了一棵葡萄樹 所以我知道要去架它真麻煩它 那所以栽培的人要去把這些細枝綁穩架好 它才不會垮下來 那個細枝才能去承受那一串一串好重的葡萄 那枝子覺得自己這麼細小 這麼弱小不好看 不是去整形成松樹嘛對不對 是連結於葡萄樹幹 所以主耶穌說 父是那個栽培的人 我們的身體在神創造的時候 我們就連結於他 我先講 不是你今天信基督才連結於他 No 主在創造人類的時候 就要人跟他是什麼連結的關係 只有你跟神連結 你才能夠真的豐盛 真的榮美 所以主耶穌在約翰福音15章這裡 固然他在用 我父是栽培的人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這個是一個隱喻對不對 一個metaphor我們都知道 但是這個隱喻 絕對不會是停留在抽象跟自念的那種 心靈的思考 因為他在講的是你真的要連結 對不對 你要連結 那保羅已經在講一件事 No 你的連結不會只是心靈 你的身體要跟主連結這樣子 所以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 我們一起念一次 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 我不知道我可以講到什麼時候 那你們覺得不行了 就拍拍手轟我下來 沒有關係這樣子 OK 那以下我提供一些很具體的東西 希望我們在生活中可以強化 重視身體的觀念跟行動 那你們可以舉一反三繼續想 家庭跟婚姻內的肌腹之親是重要的 是在基督裡擁有潔淨健康 而且蒙福的家庭跟婚姻的根基 所以擁抱孩子才能擁有孩子 我們華人喜歡擁有孩子 不喜歡擁抱孩子有沒有發現 OK 請你擁抱孩子 讓他更多的擁抱更多的肢體的接觸 我真的講 幼齡的孩子需要親吻肌肤之親之外 他可以跟父母一起洗澡 有沒有這個經驗 要跟父母一起洗澡 這就是對他的性健康很重要的養成 你可以跟小孩子說 大母哥二母弟四三中娘四四小弟 是不是小妞妞 你們不會這個 都是每一根都是什麼 耶穌創造的美好 讓他覺得去疏散身體的美好 可以去感謝神去每一個都是神的 我跟你們講成長的孩子更需要 更需要 那每個月去檢視 那這個都可以看 擁抱孩子擁有孩子 那我覺得青少年跟青年的父母 我跟你們講 青少年跟青年都拒絕擁抱了對不對 媽不要啦媽不要啦這樣子對吧 你看我都有經驗對不對 因為我是從失敗中學習的 可是他們不拒絕愛 他們不拒絕愛 孩子會拒絕擁抱 但他不拒絕愛 你們可能有些人知道 我的女兒就是做 youth ministry 她現在是一個 children minister OK 那我記得她有一次 在跟青少年父母講話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她問我說媽咪 我明天要跟他們做 parenting 你要不要做 你要不要來 我就去了 坐在最後面 結果所有 parents 覺得說 哇你女兒講 parenting 你可以坐在最後面聽啊 我說可以啊 因為失敗立正都是我啊這樣子 那我記得我女兒在 她在講最後一句話的時候 她講一件事 她說你千萬不要認為 你的青少年孩子現在 就是不要啦 或叛逆啊 或怎樣子 我告訴你她們心中 她說你永遠記住一件事 青少年的孩子 其實青年也一樣 她們最需要的是 她們想要知道父母 她現在去 她會嫌你煩嫌你什麼 That's fine 她最需要的是 她想要永遠知道 Whatever happened You will be always supportive 知道嗎 你永遠都要讓她知道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還是很需要這個 其實青少年你可以輕派她 輕觸她 其實對她們更重要的是 跟她玩身體的活動 身體性的活動 我跟我女兒 我先生我們三個最愛玩 那個board game 你知道嗎 我女兒到現在還在買 新的board game 然後她說 媽媽我們來玩這個這樣子 然後我心裡想 我沒有時間 可是每次都想 有多少時間 孩子要找你跟她一起玩 為什麼不玩 這樣子 那陪著孩子是很重要的 那求神幫助這種力量的 建立跟傳承 青少年真的是需要這樣 我知道我每次講這些的時候 有些父母就懊悔了 對不對 你就覺得說 老師太辭了 我現在其實懊悔 我都沒有做你說的這些 It's ok 永遠不要放棄 不管你的孩子幾歲 不要放棄關心她 跟不中斷的禱告 我還是在講父母們 媽媽們爸爸們 即使孩子拒絕你 你永遠不放棄的去 You know 一個小餐點 一個小東西 他都會很接納對不對 做孩子的同不同意 Right 孩子一定同意 因為你仍然需要 不管你對他過去 怎麼講你 傷害你 你覺得很不舒服 或他對你期望過高 你做不到 你很討厭他們這樣子 其實在你內心的深處 你希望爸爸媽媽繼續關心你 繼續為你禱告 Ok 那夫妻呢 哈哈哈哈 我覺得一件事 老夫老妻有時候 就已經不太親密了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至少每一天 或每週有一點 一點一個擁抱 或牽手一次的禱告這樣子 那每週可以從事共同的興趣 我永遠都是陪我先生看NFL這樣子 我先生是Super American Football迷 我們在台灣他就看American Football 他為了看American Football 因為是禮拜一的早上 對不對 凌晨 他每次都要請假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美國之後 他開心得不得了 那我陪他看NFL 他就要陪我看MLB 你們都知道對不對 美國棒球 職業棒球這樣子 我們兩個談球賽就很痛快這樣子 對吧 那 可不可以陪對方一起 你不要覺得我沒有興趣 我就不愛釣魚 我就不愛什麼 你愛他就陪他做他喜歡的事情 為什麼不可以 這才是愛對吧 那檢視自己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們對於基督徒的婚姻觀 或離婚觀 可以看我在學院網頁上 我有一篇叫在婚姻上做無愧的工人 我大概已經把離婚 可不可以離婚啊 什麼這種問題都講完了 我要提醒一件事就是 夫妻的性愛當然是重要的 每一對夫妻也可能都有 需要克服的性愛需要或問題 那如果有需要 當然要去找專家嘛對不對 那女性會隨著停經 因為沒有女性荷爾蒙跟黃體素 那你對性的需要 想要會遞解 那丈夫需要體會跟了解這樣子 我覺得有時候比較困難的是這樣子 就是婚後你才信主 而且只有你信 你先生沒信 你太太沒信 是不是 那我有個姐妹很可愛 她是婚後 而且有兩個孩子她才信主的 那她怎麼跟他先傳回 他現在都不停 她先生是一個很厲害 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高級研究院士 她覺得她聪明得不得了 不需要耶穌 那她跟我講一句話 她說我跟你講 我跟我先生之間共同只有一件事 做愛 對 這是做愛 她說所以我一定要做得很好 不然我先生更不會信主這樣子 我好喜歡他的見證 我覺得他好可愛 我相信所有男人 你都會支持我說的 所以夫妻如果一方先信主 你會發現你的價值觀差異越來越大 婚姻是一個你要在神面前持守的盟約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沒有人結婚說來我們約結婚個15年或30年 對不對 非基督徒也一樣 我在這個講道裡我會講一件事 我說你知道嗎 我的非基督徒朋友都可以說 我告訴你我們結婚之後 我們兩個人不管怎麼吵都不可以提離婚這件事 那為什麼基督徒還要去聖經中找 可不可以離婚 當然可以離啊 你愛離是你的事 你要去想清楚 你去看我在這個講道 那我要講一件事就是 請你不要拒絕跟丈夫或妻子做愛 來抗拒他的不信主或者對他的不滿 那有關這個你們再看 那我覺得青少年跟青年 這個對青少年跟青年或壯年未婚者來講 真愛身體他知道是屬靈第一標記 還有老師你講的都對這樣子 可是每個人每一天可能都要正式跟面對自己的性需要 那有些人會說靈修克服還要鞭打幾身 以前的那種靈修你知道瘋了嗎 不要不用這樣子 我也不會強迫你去靈修這樣子 而是也有人說去打球打得很累啊 活動啊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合宜清潔的面對跟解決都是好的 那青少年跟青年跟壯年未婚者 是不是能夠對於性的好奇需求或困擾 可以跟牧長輔導或父母提問跟交談 這是我們需要去學習跟幫助的 第三點在身體上榮耀神 保羅這個說法 我們再看這段經文 你們要遠避引起人所犯的無論什麼罪都在身體以外 唯有形因的是得罪自己的身體 那保羅這個說法很容易讓我們現代人認為是侵犯身體有關 那我們就會認為吸毒呢喝酒呢 或自殺本身是不是也是侵犯得罪自己的身體 那個隱形是adultery 隱形是adultery 那我跟大家講 我以前跟學生講說我跟你們講 堅飲至古至今就是同樣一個定義 古今中外全部一樣一個定義 就是一方有婚約然後你跟他發生性行為 你不是他先生你不是他配偶你跟他發生性行為 只要一方有婚約你就在犯監營 哇你不知道我們的青年學生跟我說 老師那婚前同居就不算監營對不對 我說對不算監營可是叫淫亂這樣子 請往前翻哥林多前書第六章第九節就看得到 兩個是不同的詞 是的 任何非法的性行為都叫做淫亂這樣子 那我們回來這個問題就是 什麼叫做得罪自己的身體這樣子 那我們在解經上從經文的整個結構來看 這個六章的十三節到十四節 這個解經上來看 十三到十八節之間他的辯論 這個整個的二十節 十三到二十節 他有一個交叉的平行結構 我們稱為一個平行結構 交叉平行結構 所以保羅不只在講我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 他更進一步要指出的是 我們的身體不屬自己 那不屬自己你更積極要做是在身體上榮耀神 所以十三到十四節身體是為主 所以二十節就是在身體上什麼 榮耀神 OK 那身體是基督的肢體 所以你的身體是聖靈的電 那最核心的中間就在強調一件事 就是跟主聯合成為一體的 那所以呢 如果如果你把你有聖靈同在的身體 拿去跟另外一個結合在一起 Hello 這不是吸毒吧 這是你跟另外一個身體結合 這樣懂意思嗎 那吸毒你就吸你自己嘛 是不是 酗酒就酗你自己 自殺不就殺你自己這樣子嘛 那所以呢 如果非婚姻裡面的性 你去跟另外一個人結合 不管是嫖妓啦 小三啦 小王啦 還是一夜情一樣 你就是把你的身體 聖靈所住的這個身體拿去 跟另外一個誤會的身體去結合 那這個是聖靈的電 你怎麼能夠這樣做這種淫亂的結合 這就是保羅在這一段所講 為什麼他說你在身體上做犯的 那所以他要講 你的身體是聖靈的電 你的身體是屬聖靈的 不屬你自己的 OK 你有想過你的身體 已經不屬你自己嗎 我們都覺得身體是我的對吧 我們都覺得身體是我的 那今天開始 請你記得 你的身體應該是屬神的 因為他是基督 耶穌用重駕賣輸回來的 那不要用身體去犯罪 要在身體上榮耀神 那所以在解經上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身體以外的犯罪 不是指比較輕的罪 請注意 身體以外的犯罪 非指比較輕的罪 而是以淫亂之罪 也就用自己的身體 跟藏物的身體去結合 是在玷污聖靈所居的聖殿 那淫亂就是在得罪自己的身體 那基督徒的身體 不是屬自己是屬神的 要在身上榮耀神 好 我們整理這樣的解經 所以這段經文 你讀完之後會想 那又沒有處罰對不對 你又沒有說我如果 我如果一夜請問小三 麻煩你就悔改嘛 這還用講嗎是不是 你還要處罰什麼 對不對 但是玷污自己的身體 聖靈怎麼會想要繼續 你不悔改 聖靈怎麼會想要住在你的裡面呢 聖靈為什麼還要住在你裡面呢 是不是 你心裡很難過被聖靈擊打 如果還不悔改的話 有看那個馬克白嗎 有看那個 你知道你犯罪 你怎麼去領那個聖殘 所以我有時候在想 有些教會問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領聖殘 如果你真的還沒從那個罪出來 不過我覺得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 突然間覺得 我如果不上去領聖殘 別人會不會覺得我犯什麼罪 But I would rather 如果你覺得 你還沒有脫離這個罪 可不可以暫時不要領聖殘 我們過去就是很少 我們在去想 也就是你的身體是一個聖殿 不是來這裡才是聖殿 你的身體就是一個聖殿 我們很少教導在身體上榮耀神 我們用福是榮耀神 我們用恩賜榮耀神 我們用奉獻榮耀神 但我很少在身體上去講句榮耀神 那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的 這個是我另外一個性騷擾的文章 也是可以在我的網頁上看得到的 那我想 在這段經文裡是 他就是性這麼重要的一件事來講 要在身體上榮耀神 聖經裡面的性愛只有一種 聖結的只有一種 就是一夫一妻在婚姻中的性 那這個在傳統社會 本來是很簡單的認定 但對今天的人變得很困難 對不對 會不會 因為以前 婚前性 或者是婚外性 我們會偷偷摸摸對不對 偷來的水是什麼 偷來的餅是甜的對不對 喝的水是香的 不是罵這樣子 對不對 偷來的餅是香的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打開電視影集 你們有沒有發現 那些影集在嘲笑那些社會新鮮人 如果你還沒有性經驗 覺得你很 很 很濁 是不是 年輕人回應我一下這樣子 還是只有我在看Netflix嗎 這樣子 可以追劇 但是把正式做完再追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 有時候影集就是告訴我們這樣 現在的年輕人被教導 好像嘿 你還沒有做過 好遜啊這樣子 好像沒有做過就很丟臉一樣 性被認為應該是更自由的 是開放的 是不需要跟婚姻連結的 聖者的性被績效為 我們保守福音派的這個老套這樣子 可是如果我們真的看中 身體是聖靈的電 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怎麼看性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我先講 我不是主張 那個基督教會 就要來立約婚前守真 是不是 有沒有這個活動 立約婚前守真 我不是說他不好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我們應該教小孩子 是從小知道怎麼保護他們身體 在性上面的捷徑 建立剛剛那個Tom禱告 是Tom禱告還是敬拜同工禱告 就是說我們的身體是一個祭 可以獻上的 你教孩子奉獻恩賜才華 還不如教孩子你的身體 可以是一個祭獻給神 那不是很美嗎 那不是很重要嗎 對不對 是蒙神喜悅的 我不想要說我們是基督徒 所以我們要婚前守真 你如果從小讓他知道這是重要的事情 那不需要後面再來簽這個約 他就是知道 那我也要講一件事 我知道女性被強暴 性侵的比例其實是很高的 不管你是因為不幸的意外 或者你是因為約會式的強暴 這不是你的錯 主耶穌都知道 幾年前記得嗎 有一個Stanford大學的女孩子 她不是被強暴嗎 記不記得她講一句話 她說她回去宿舍之後 她不管洗多少次澡 她都覺得她很髒 其實耶穌的保血已經洗進遮蓋 你不髒 髒的是那個強暴你的人 最近美國在談論堕胎權 對吧 談論子公自主權 那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議題 但是我可以這樣子講 就是說我們應該保護一切受到傷害的人 但是我們也要留心 就算有權利 我們不去濫用這個權利 那你不要簡化我 小花老師就是主張 那個可以有多胎權 但不要濫用 No 我的意思是 我們的社會或政府會去立法 賦予我們權利 那就像我們可以有勇槍權 對吧 你會因為有勇槍權就是買一把槍嗎 你不會 對不對 那你知道你要分辨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耶穌跟保羅教導我們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處 就像保羅 其實他在後面第九章 他就在講一件事 他說我難道不能夠像彼得啊 或很多教會弟兄 我們也娶主內姐妹往來 對不對 像這樣一樣 可是他不想做 他不想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評估過更重大的利弊得失 那我為什麼提到那個性騷擾這件事情 因為前幾年呢 有幾個有名的牧長 亞洲跟美國都有 都晚節不保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這樣的行為 那其實這些都是在性上面 沒有去真正的經過醫治 或者被神釋放 婚姻上的不滿足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都需要醫治 都需要求神來保守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身體上榮耀神 我們一起唸 我的身體是聖靈的墊 要在身體上榮耀神 要在身體上榮耀神 好給你們的功課 就是未來三個月 每天把我今天給你們的經句可以默唸一次 提醒自己在身體上活出榮耀神 選定一項自己一直做不到 無法以身體榮耀神的事情 構思一個具體改進的計劃 在三個月內達到這個目標 三個月後檢視自己 那教會牧長同工 你自己就要在身體上活出跟示範榮耀神 那花一個時間省思 我們教會有沒有重視教徒的身體神學 安排哪些講到活動 我想我們教會已經滿好的 還考慮到小孩子 我講一件事情就是有關於色情影片 就是色情影片 我不瞭解看色情影片 我不看所以我不瞭解別人為什麼看 我想他們有他們的需要這樣子 你也不要害怕面對這個問題 我最近認識一群年輕的牧者 都二三十歲 三十來歲 他們幾個牧者他們會一起聚會 然後他們會問說 最近一次看色情影片什麼時候這樣子 然後其中一個就跟另一個說 昨天晚上才看這樣子 你承認總比你偷偷摸摸看好吧 對不對 跟弟兄一起說出你的需要 姐妹也一樣 所以我鼓勵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願意去面對我們的需要 我們怎麼正確健康面對它 所以這三點 正在身體是属灵的第一標記 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 我要在肢體上榮耀神 希望對大家 今天的信息我獻給每一個母親 我相信這樣的身體属灵神血 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可以獲得的 是你想要給他們的 而每一個孩子也會希望自己能 愛惜身體榮耀神來安慰母親 我們一起低頭祷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 今天的信息或許有點長 希望主你自己在這當中 主你親自調和 讓聖靈對每一個人說話 主特別為我們當中 需要主你自己安慰的 就是他的身體身形受過嘲笑 受過欺負 受過傷害 有時候這些所謂的霸凌 淋虐 傷害 其實才是久久在我們心中的印記 我們走不出來 主求你使我們走得出來 主求你使我們每一位在座的 即使他不是基督徒 他今天知道主在對他說話 主耶穌愛你 主耶穌愛你 想要帶你走出那個陰暗的角落 It's okay 沒有什麼丟臉的 是傷害你的人的髒污 今天在基督裡 他都為你洗激 求你使我們在座每一位 在基督家中的人 主都知道真愛我們的身體 才能真正的去愛自己 才能真正的去愛別人 主我們有時候連自己都愛不起來 怎麼去愛別人 阿爸父求你幫助我們實實 謹記主我們的身體是你的肢體 主我属你不再属我自己 求你使我們可以在身體上榮耀神 阿爸天父我們向你感恩 給我們一點時間思想 如果可以請敬拜團隊 如果時間還可以請敬拜團隊 可以帶領我們唱 剛剛的第一首詩歌好了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第一首或最後一首 都是很棒的詩歌 給我們一點時間 如果時間有超過 你需要走你可以先離開 我奉主的名仙祝福你 真的在主裡面 也就越來越愛自己 也越來可以越愛神 謝謝主垂天我們的祷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細 recht 謝謝 你們 膠心